寶寶有關 沒錯 來 我們直接打開來看看 1 2 3 這樣就瞄懂了 這個是比如說寶寶哭的時候 然後他會惦記他 你念寶寶跟什麼吧 喂 很恐怖 會 妳來介紹 妳介紹一下 憲哥講對了一半 寶寶哭的時候他會有動作 但不是電吉他 其實它是一個音箱 智慧型音箱 當然它也有一些燈 因為現在寶寶需要睡眠訓練 就是什麼時候開燈 關燈這樣 但最重要的 是他內建了 翻譯 哭聲可以翻譯 沒錯 可以 從哭聲來翻譯 寶寶大概四種需求 第一個 肚子餓了 第二個 想睡 要不然要換尿筒 對 有嗯嗯在屁股他不舒服 或尿尿是不舒服 再來一個就可能是寶寶 真的 身體不舒服 發燒啊那些 憲哥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都猜對了 我生四個什麼厲害 我生四個一起 過來了 其實這四個需求 還不是最重要 就是因為可能你Try and Error 你還是可以找到一個規則 最重要的是他到底有沒有生病 那我們可以偵測他 是不是有潛在疾病 因為有時候他在哭 他可能生病了 你不知道 我們可以借用哭聲 然後他會傳一個指數 如果超過範圍 言下之意就是說 沒錯 來 你來試驗一下 這個要怎麼翻譯 光說不練 我們怎麼辦 可以 直接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好 當然它本身也是一個燈 所以它也會有燈的功能 燈的功能 對 也可以開燈 我們現在假哭 它可以翻譯我在想說嗎 可以 請露露來試試看 你哭一下 我用強制觸發的方式 可以了 可以了 在旋轉就代表是正在思考中 他在想 對 他正在思考 真的給我們怎麼樣的一個 思考中 他竟然可以穿過 他想好久喔 對 他在猶豫 爸爸 爸爸 我肚子餓了 靠腰啦 我真的肚子餓了耶 對啦 腰啦 真的餓了喔 這個吃飽了 好餓喔 這種也就是 準確度的問題囉 對 準確度是85% 其實剛才我NG了 正確情況他應該會說 我來試一次好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Rudel的聲音 有辦法穿過我的檢驗 非常厲害 也許你的聲音像小Baby 我們來試試看我的 哇 好爛喔 這個爛套了 這不用他 我也覺得你不是Baby嘛 你也太瞎了 金部長 沒有 意思就是說 他會判別啦 他會判別啦 是否真的是孩子的聲音 對 老師寶寶的哭聲 這很清楚吧 這還要他翻譯嗎 可是我們就已經確定了 不是他的問題是你哭太爛 今天如果能夠真正有個寶寶 可以來現場 對啊 可惜 不可能現場有寶寶吧 要不然我緊急來生意 來不及 有嗎 歡迎萱萱進場 謝謝 好可愛 這樣可愛 糟糕了 他問題是 他現在還滿愉悅的 我跟你講我抱他他就哭了 怎麼哭 他現在覺得很莫名其妙 這個人是要唱什麼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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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 辛苦了 謝謝 乖 沒事了 他在思考 對 爸爸爸爸 我想睡覺了 對 一定是想睡覺的 現在一定是想睡覺 對 因為小朋友睡眠時間 他一定 謝謝媽媽 可以 不好意思 擾人親夢對不對 真的 可是他跟呼吸那一口好久 對啊 睡覺